关于同级别的奥迪247跟宝马M5谁更快 网上一直有两拨人争问不休 今天我们就拿奥迪247、宝马M5、奔驰163S来对比一下 看完我们用试试说话 这辆宝马M5拥有795匹马力 车身重量为1.93吨 平均每吨马力为411匹 而奥迪247拥有814匹马力 车重为2.06吨 平均每吨马力为394匹 奔驰163S拥有770马力 车重为2.08吨 经过计算每吨马力为370匹 下面是三辆车的内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辆车0-60英里加速对比 大概是96公里的时速 从左到右依次是奥迪宝马奔驰 三辆车同时一脚地板油下去 奥迪跟宝马都非常快地弹了出去 唯独奔驰163落后了 可能是没有成功弹射起步 下面就只剩下宝马跟奥迪切磋了 两辆车的实力果然不相上下 怪不得还有人真问起来 不过越往后我们能发现宝马还是要更快一些 最后面直接超越了奥迪27曲的第一名 不过两辆车的差距还是很小的 随后进行第二遍测试 这次奔驰弹射成功了 在一瞬间要比宝马还快 奥迪27毫无疑问起步依旧是第一名 但连无可谓是中气十足 一下子就反超了奔驰 奥迪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 这次由于起步领先那么多 到最后宝马也没能追上 奥迪27成功取得第一名 奔驰依旧垫底 三局两胜 为了公平起见 这次的表现又一次让我傻眼了 奥迪的表现依旧稳定 但稳定归稳定 没想到给奔驰163S拿了第一 宝马N5居然直接垫底了 该不会是前两把奔驰在放水吧 不过到了后面 R27成功反超了奔驰 宝马这次沦落到第三名 看完这几个老外的测试 我想说看了个空气 所以宝马跟奥迪到底谁更强